一手掛 手掛心都破 一日一股仍是討厭 我覺得 我能熬過他也能夠熬過 然後就剛好那一天 他就就在我面前 然後就就是 這是我大概是我這輩子 很大的一個痛 這件事情已經經過十幾年了 可是幾乎親吻好友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所以對外就是跟人家講說 就是妹妹就是生病過世 憂鬱症這件事情 不要去欺負他 這個病你得去關心他 你不關心他的話 他就變大病 可是你去關心他 他其實會好的 妹妹也不在了啦 就是剛好他小時候身體不好 出社會以後工作也不是很順心 那加上情感上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就有憂鬱症 憂鬱症 然後求他已經很虛 已經在求救 或者說他已經很困難了 對 可是當下的我 我並不知道 我覺得我能熬過他也能夠熬過 然後就剛好那一天 他就就在我面前 然後就 就是這是我大概是我這輩子 很大的一個痛 那這件事情已經經過十幾年了 可是幾乎親朋好友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所以對外就是跟人家講說 就是妹妹就是生病過世 然後很多人問我說 像弟弟他就會問我說 那你幹嘛要來講這件事情 我說我覺得分享故事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 就是憂鬱症這件事情 不要去輕忽他 這個病你得去關心他 你不關心他的話 他就變大病 可是你去關心他 他其實會好的 那我只是 我也只是那一個曾經 就是剛好有人關心 走過那個坎的那個幸運而已 那他們跟媽媽可能就是 不信的那一個 對 是他想我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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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室一母母親唱電影 有時尊為著都生我 就要配合把人生吃 是他想我唱到心都聽 就要配合把人生吃 一首歌唱到心都聽 是你都我 是你這句 都是討我 因為沒人知道 我的心有我聽 因為你也知道 難應遠為百人 台灣 依君 妳的故事也是讓我非常的感慨 那我也經歷了很多很多的個案 有很多個案 跟妳的個案都幾乎相像 那看過了這些個案以後 妳就會發現說 快哭在乎 妳的哭會讓別人知道自己乎去 那是妳的說法 妳們講出來就是一份善緣 這個善緣 所以絕對不要認為說 我講出來是錯的嗎 沒有錯 沒有對到不對 只是說妳想要分享的時候 我們就適時地來分享 所以妳的分享當中 加上了這首歌的味道 畫面整個就展開了 所以這首歌特別有氣味 特別有氣味 而且妳的歌聲很有特色 妳的肉聲的彈性很好 所以妳今天這首歌的感情 是有層次的 所以這首歌唱得非常漂亮 謝謝大家 增加 sus 感谢观看